歡迎大家來到週朔會戰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動漫戰隊 大家好我是水餃墳 我是即食大王 這兩個名字都是墳中想出來的 我是體連賽的水餃 你在水餃下了一年 一年多 不止一年 一年多 兩年了 我們有個即食大王 大王很聰明 大家給他一點掌聲 他終於在戒見 9月30日最中華的時候 終於在祖國戒見 完成了整套週朔會戰的鑑賞 一起在大結局 其實近這半年 到底什麼時候大王看完週朔會戰 就已經成為了本台的一個面子 當然了 我們很多會員聽眾都會問會員 問我們什麼時候大王看完 大家給點掌聲 還有軒哥的奮唱 經常都負責幫忙迫害 在這個時候大家還不是課金的時間 你這樣下的位置都很漂亮 對 欣賞大王 不是沒有這集 你看到這集 只有我們兩個知道什麼事了 因為只有我們兩個頂得了 兩兜友 三兜友 變成了逃兵 Sunny 南哥 憲哥 他們全部都是逃兵 所以大家是貨給大王就行了 還有先做一個台務宣傳 各位都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做完我們的會員 每週都有讀家內容給你收聽收看 會有電影watch party 或者讀書會系列 或者NG哈六的聲帶 就是這樣 但是在今節的寬送大會之前 都要脫下頭盔 由於本人和大王 沒有修讀戒健民族學 也不是戒健民族學家的親朋好友 我們都是盡… 亦沒有副秀 副秀也沒有 副秀也沒有 算不算了 我們… 撕堂就撕堂 只是在網上的YouTube裡面 找了若干多的民族學家解說 讚上來的 讚上來的 我剛才也播了一條很詳細的 戒健民族學家的影片去看 還有找找不同的文章去看 很有趣的 很多人說的 例如有時候有些網友 本來是講新聞類的 漁學新聞有時候說一下 有些是搜集一些以前作者說的東西 很多人做了part time的民族學家研究 民族學研究 真心讚他們 因為他們看到很多我們看不明白的東西 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都欣賞他們 有些會靠他們補完 但是我們今集如果說得不好 或者說錯了的話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提回我們 畢竟我想除了戒健本人之外 全世界應該沒有人知道他現在在做什麼 我怕連戒健本人說話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們有個討論位置 到底什麼是死滅回遊呢 我和大王有個初步共識 原本的券索 我們叫他下游 大家知道下游等於券索 下游的目的就是好像我們2000年版本的 X-Man裏面的Magnetal磁力王一樣 我要全美國都變成變種人 目標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他呈現出來的方式 就變成千年前的妖怪打架船和清賣你 為什麼我前面說的是磁力王的方法 因為他最初是說什麼 我們要整個結界出來 那你當作決鬥城市篇嘛 好嗎 決鬥城市裡面決鬥者叫穎者 裡面有整個決鬥 一般的人都有機會接觸到那些咒靈 接觸到那些咒力的東西 有可能就會覺醒了他們 令他們變成了做 就是也是術師 參加這個決鬥城市大賽 那你數回好像日車那樣 突然間那個能力一醒了 就來了就厲害了 他應該想要多一些這些人 我最初覺得他所建立的說沒有所謂 不過又是這樣說的 有些可能始終是他裡面本人 卷索那樣東西和下游那樣東西不同 下游那個目的就是 他不要人類好像猴子那樣 就是要全部人都是咒術師 卷索那樣可能就利用了下游這件事 再去搞多了東西出來 再補充多一點說真下游 就是咒術靈裡面死了那個 真下游真的是磁力王來的 但是卷索呢 他們的理念上是有重疊的 然後我們上一回 聽回我們上一回 我們講這個攝谷事變篇 那攝谷事變篇呢 大雲就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 悟空在這個藍美星看到無限死了 那就變超勢了 是不是 那這段就厲害了 虎像看到七海死了 真人變超勢 真人變超勢 那真人變超勢又怎樣 被卷索出來收了他皮 原來卷索就是想利用真人那個無謂轉變 就發動這個國土煉城陣 那國土煉城陣就是那個九個結界 大家就在那個九個結界裡面 就玩這個死滅回遊片 其實也是想產生多些術師的世界出來 但是他同時又放了很多咒靈出來 那就搞到基本上全日本都癱瘓了 有些咒靈出來就這樣 那隻咒靈就變了很厲害 有打又有 有些可能上了人身 拿了人身體去用的又有 總之就是用了一些咒靈 還有他又可以控制那些咒靈 還有有一堆千年前的術師 就翻兜了回來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我就覺得 就是胃土轉生 他又不是胃土轉生 就是魔界小金毛裡面 突然間有些千年妖怪走出來 就打青麻雷他們 那這個就是他中間一個情形的方式 那 overall 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就是死了幾個契弟之後 就直接變了五條路斯 單挑叔羅 他就好像決鬥城市篇 還沒去到最後要打尾段那裡 就突然間 好 我們這個表演現在沒有人看了 我的腰斬 我們直接上演就找兩個高手 出來打一場給大家看 那什麼感覺 決鬥城市篇啊 都有一些signature的戰鬥 就是你起碼也看到馬尼諾 怎樣控制人家 去跟遊戲打 你說精不精彩 就看法國眼 還有中間一直打不同契弟 用這個字 打不同契弟 有時候都好看 就算是契弟 就算你知道他是契弟 就是出來契弟 但是也是用來顯示主角多厲害 現在整個死面回遊 我覺得最有決鬥城市的感覺 不是誰 我們調貼紙佬 其實那不是貼紙佬 單巨佬 單巨佬 整個單巨佬都在身上 其實打他 是有些決鬥城市的感覺 我覺得是 你說的是死面回遊 很早段的時候 伏克和虎長都進去了結界裡 是有不同的戰鬥 伏克就跟修巨佬打 那段是OK好看的 單巨人 單巨人 不是練巨人是單巨人 單巨人打 其實那段是好看的 就是利用伏克怎樣 未完成那個領域 還有那段雖然打他 但是他那段其實做的事情是挺有趣 除了打單巨好看 他中間說他們兩個說要找日車出來那裡 其實他們兩個各自信了一個人 說日車在哪裡 就要看哪個人去混 bet 這些蹈夢 挺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他的開段也是吸引 開段吸引 我們也是打算 遊戲王決鬥城市偏 打 paints 先撇除單巨佬上的戰鬥 我覺得是不要看 事前就是 你中間有個連接的 摄谷事夜變編突然查到死滅戶游 你內中間應該有一場 事處講角色的心理描寫 或者大方向是怎样 中间有一个小段位就是说 为什么伏克这么着紧死灭回游呢 当然要救日本 但这个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救他姐姐 阿隽美己 他就说阿隽美己也涉及了 成为了这个术者 因为隽美己是很弱的身体 他害怕他进去就被人杀死了 为了保护他姐姐 又要在19日之内 去完成这个任务 所以他们就找了阿虎像 整班咒专进去 就希望存够分数之后 他们每一百分就可以更改那条Rules 可以加Rules 就是说不可以跟前面Rules去config的 这样说最初 但是总之他最后目的都是想 总之我转够一百分给阿隽美己 让他脱离这个游戏就无事了 确游戏啦 确游戏啦 但是呢 去到最后发现原来那条招式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呢 因为阿隽美己并不是觉醒型的术者 他们突然间爆出一个设定 就是说原来俊美己是一个受辱型的术者 所以当时他已经被一个叫阿曼的女的术者 已经叫鬼上身了 被人take control了 他只是说什么 因为他take control了之后 其实会有那个人本身的记忆 所有东西 所以他就扮成尊美己 去跟阿隽美己相处了很一段时间 是的 目的是要等这个moment 就是他好像知了一切 那你说是因为 有些可能是下游飞出来的 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当他知了一切 所以就等这个机会 做这件事 是的 这个就是《死灭回忧》的篇章中间 一个很大的专列点 好了 之前还有些小首尾就是 你说阿眷索有个 变成人做X-Men的计划 那只是靠这个结解是不够的 其实有个核心就是天元大人 天元大人 你们有看过《淮玉玉之》的篇 就好看 那你就知道他跟星章的合体是失败了 所以他逐渐就跟这个世界开始同化了 而阿眷索的最终目的就是 想利用天元 达至到那个变成世界做X-Men的计划 所以他就要潜入去捉天元大人 那天元大人呢 亦不是散佑的灯 所以他就叫 喂 你们留下两件左右护化出来保护我 因为那时候有几个人去找他 我没有记错 一群就专找他 但最主要是《苦臣》 《苦臣》在里面 然后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三个 是99游基 阿血障大佬 和月骨丘泰 三个 他就说这三个是最好的 留两个在做王朝马漢 追龙趙虎来保护我 结果就是99游基 和阿血障大佬 在保护天元大人 其他契弟就去死灭回游玩游 这就是一个前轍 好了 我们回到死灭回游 《苦臣》 他打下收拒佬那里 真的利用到体育馆 去补足他的领域的未完成 因为他是有领域的 但是他未完成 所以他就运用了场地 整个蜜蜂的体育馆 就变成了一个结界 从而屈死了收拒佬 算是屈死了 但是还好的那里 我觉得那里有斗志斗力 是有做到斗志斗力 所以就看了 而且两个互阴那一刻都可以的 互相阴对方的位置 看到述式的演变 大家拆招 或者一些对撞 那一刻我还可以赚他 但是呢 但是 打完收拒佬之后 整段死灭回游是直接插水的 而且他后来就没有这些 没有什么这些 你说是荣者 或决斗者的感觉 后来开始他也还有 有个头 有支炮的 有个ZZ高达 有个ZZ高达 那些东西 接着再整装 就直接说有些 又是不知是 架纏线的奏灵 还是那些奏術师 那些 就直接整个飞利地出来 都已经没有了那种感觉 我们期望什么呢 你决斗城市篇 当然有些Dropper 有些新的感觉 大家有些大混战 那你才有气体 最初开局有的 还要是 但是呢 你最惨的是什么呢 除了收拒佬之外 其他那些呢 都是一些没什么特别 或者你看完会吞震的一些气氛 例如是什么 先说刚才你说的 那个ZZ高达 就是厄头射死光 那个 然后就有只蝴蝶 就是在扭一些 扭一些妖让步 那样的蝴蝶 他说什么 每个区里面最厉害的 那些 对了 然后有只大蟑螂 那这样 那其实呢 全部都不够 月骨丘太打的 嗯 基本上一埋牙 就已经全部都被秒杀 那样的了 即是月骨 平甘那些埋着 都不够打的 那样的 就算那边是捏 对 就算压着她来打 是捏着她来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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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中间还有些什么 令到我们很难忘的情节 呢 就是珍喜学者 对对对对 但是珍喜学者难忘那段 又不是在死灭胡游结界里面的 就是说她回了蝶软家 血洗蝶软家 那一段真的厉害 我想起一个港产片《灭门》 真的《灭门》 他真的很像尿碧尔 那段 你这么喜欢你说了 《灭门》 那段其实又 就叫做 跟回去那时 《灭谷事变》片后面 就是《灭门老头》 就是她的《灭门老头》 就说被火火烧死了 就是说她最快的男人 但是说断了手 又不知道速度差那么一点 就少了些电影 就被火火 就立刻把她变成了《灭门老炭》 那接着就是说 那是《灭门老头》 基本上屈死了《灭门老头》 那话说 《灭门直门人》 就变成了《灭门人》 是的 《灭门人》 那她就是《灭门家》、《灭门家》的家主 那她的亲生儿子 就叫做《灭门直哉》 那《灭门直哉》 就继承了她的《灭门》 《灭门》的那个《灭门》 所以就是正统继承人 那就是说《灭门》做的 很好笑 就是正统继承人 那同时 那你还有其他继承人 就是她的叔叔 就是有《灭门线》 《灭门线》 就是《灭门》 就是《灭门》和《灭门》的老爸 就是《灭门人》的弟弟 还有一个叫《灭门十一》 就是《灭门二》的兄弟 但是那些都是契弟 就是《灭门直哉》 就是《灭门》就是第一继承人 那当他们齐脚的时候 老爷就变了一架炭就走了 那管家还是律师呢 就宣布围捉 就说好 《灭门直哉》就成为正式的继承人 我以为都是正常的剧情 然后她加了一句 不过老爷就说 如果五条五失踪 或者死了的话 那他们就有个秘密协议 就要由伏克惠 伏克惠本身就是禅门家 所以就说 由伏克惠成为家主 所有资产 是所有资产都交给伏克的 那他们三个当然等着 就是杀了野仔 就是杀了野仔 然后直哉就打算去杀人 说到禅门直哉 这个角色很有趣 他真的很像《衰藤经一》 很像 完全是《衰藤经一》 他真的没有晚上包着头 就是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然后就说 不好意思 是陈小春版的《衰藤经一》 对 陈小春版 你本身的头发不像 是像陈小春的《衰藤经一》 对 他在威威威威威威 就打算去找伏克 打算扭了他 谁知道他又找不到伏克 就去找虎将 当时虎将就和血想图大佬 在涉谷事变刚刚离开了 在聊天 他就说我来杀你了 怎料他又不够血上大佬打 被人一个超新星炸到他整个布套 就躺在那裡 然后还有《衰藤经》来救他 我来救你了 不过条件交换 你回去跟那些高层讲 就是那些《衰藤经》的高层 整个《衰藤经》那些 整个《衰藤经》那些 生翁年那班 你回去跟那些机关讲 我把虎将打算了 那好吗 那他被人扎到整个布套 我可以说不要 不能说不要 有好笑的 他经常说 他是除了《衰藤老头》之外 最快的男人那些 总之他是闪电俠 但是其实 不如 又不急不快 不要紧了 总之他就 陈了第一次 好了第二次 你不觉得有霸气 他那次对着《衰藤经》也会陈到这样 他有清智的笑容 拿你命 他最初说要出来 做《衰藤经》那一刻 有点感觉 有点感觉 但是接着一对《衰藤经》那一刻 就立刻发觉 这个人 你对《衰藤经》 你对《衰藤经》 是正常的 但问题是他连血上大佬也打不贏 是 不要紧了 到他再出场 就已经是《衰藤经》回去踩场了 好了 那《衰藤经》就因为《衰藤经》 就是《衰藤经》那两个女孩 就是烂血的 这个人 就把《衰藤经》了《衰藤经》 所以在《衰藤经》之下 《衰藤经》也应该将他的奏力 一些希望寄托给《衰藤经》 意思是他两个雙胞胎 原来就是 要力量合起一个 才是完整的 就像 《衰藤经》那些 不要紧了 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否丟下了 鎮二总之扔了他们 死了 但是那一刻好像还没丟下了 扔了他们两个进去 扔了他们一下 插了他们一下 插了他们一下 其实我也不明白老爸搞什么 他刺激善机 我做不到家主 你两个废 你两个女废而已 但你做不到的事情 你也要反省一下 那不要紧了 总之阿爸也是值得的 也是值得的 变成被鼓落的 《衰藤经》珍稀 就出去撕门 一出去就已经秒了他老爸 整个衰藤家 就有家族部队 很围 珍稀 基本上一都一个 一都一个 没什么看头 但其实挺帅的 用珍稀的 看看珍稀的事 很爽 挺爽的 其实有一段 有一段 小小的 小小的 你见到他杀杀杀杀 然后有些出来说自己 多厉害 那些什么 三騎士 那种 然后又被珍稀收皮 他灭门也是 我记得他最似灭门的事情 就是他杀回他母亲 他走过去 真的在厨房 我母亲真的有把刀 那一刻我看着 我们看罗首耀和灭门 有一幕 就是廖碧怡要杀其中的母亲 又真的拿着刀 然后我就笑出声 我马上给他 喂 灭门是一个廖碧怡 原来是这个 那一刻他真的很廖碧怡 真的很廖碧怡 那好了 完成了家族的灭门惨案之后 其实最后一步是怎样呢 要跟禅院直哉去对抗 禅院直哉当然觉得自己很聰明 我一定会赢 一定会赢 这些垃圾 怎料被珍稀 几乎是秒杀 算秒了去 几乎是秒杀 是啊 然后珍稀母亲全身血 就走过来 老巴山角刀 刺下去 禅院直哉到揽炒 斟尾刀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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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点灭门 那当你以为禅院直哉这个阿强的角色终于都很完蛋了 这个衰藤直哉 对了 那谁知道他在这个死灭回游篇里面 竟然化身为一个奏灵 就回来再次挑战这个珍稀学者 有什么惨得死一次呢 就是死两次了 对吧 有什么惨得输给同一个人一次 就是输给同一个人 twice 那一刻我完全是陈小春的画面 我不会输给同一个人 twice 但结果就是我们刚才吃饭 真的讨论过 为什么直哉可以变成这样的样子 那些民族学家有说过 曾希杀他的时候 又没有咒力的原因 因为他是天与咒薄的 因为没有咒力 所以直哉死了之后 就可以翻山 就变成这个咒灵 那我们说 不是啊 整个禅院家全部的術师 都是被他这样一都一见的 他爸爸也是 对 全部都是 应该全部都回来和娜娜报仇 怎么整个禅院家回来找他报仇 没理由只是直哉 然后你说 不是 可能直哉的怨念特别厉害 然后我们聊聊聊 不是啊 那他爸爸应该怨念更厉害 他爸爸的怨念多很多年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说 喂 什么这么猛 石嬌 石嬌 那些人回来打完又打 搞错 真的 那当然 他时允直哉回来报仇 就又输多了 那他输多了 那我又觉得戒健力很厉害 你直接说真希学者打死他就算了 或者你加上加茂打他也OK 就是加茂也是个旧角色 虽然我们都开始不记得了他 你不就当这两家人其中一个子侄 一起打赢了那个 那不就OK 其实你当两老表打他一个就算了 对 对不对 这段其实你不是写真希学者有什么东西 觉醒一下 觉醒之后打赢他就 那是少年幻套路 无所谓的 但是呢 就跳了一个大王很喜欢的角色出来 哦 不少他喜欢 我很震撼那一幕 就是他弹了两个人出来 是是是 弹了一个类似 不停要纳刀砍人的一个叔叔 还有弹了河童出来 因为可能大家想什么 方寸爆笑团 那突然间河童呢 河童 真是河童 他真的是河童 你没听错我没说错 你那一刻有没有禁区666的感觉 他住了节目吗 没有 因为那一刻我直觉得 河童是什么事情 大哥 搞笑慢 就是打河童出来 因为真的没有铺牌 没有没有 你是完全没有铺牌 突然间弹过人出来 你那个死灭回游前面的 决斗城市篇在抢婚的时候 河童出来打过 这两个人扑过头 真的没有 突然间站出来 你说出过一两格也好 真的完全没有铺牌 就弹了出来 就说跟他打了 他人家说 我喜欢跟强者打雙扑 来啊 我打雙扑 但那时候看着 直走去那边 他说不管 他跟真希打嘛 他说我跟强者打雙扑 然后真的跟他打雙扑 但是阿佳健有时候 有这样说的 阿佳健有时候有点凶狂 不是只有狗 是凶狂 他突然间那一幕打雙扑 他画得两个 真的好像运动漫 他有时候很认真地画这些 就算后来有个玩猛材 他画得很认真 然后他两个很认真地打雙扑 打完之后 阿增学者的认识就好像 想通了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 没错 就是少年玩 必须吐龙 他觉醒 他觉醒了 所以就去 等等等等 你妹妹死了 你已经觉醒了一次 然后跟我和弘打 你没有玩app game 你跟一张卡吃几次 觉醒几次 我再说一次 妹妹死了 我觉醒了 那就可以再觉 都不是和和弘玩双坡 妹妹的能力给她的觉醒 和和弘的自己领悟了宇宙间的万有引力 又细胞变大包 加上和直哉的身高体重乘义的Turbo 最好事是什么呢 神圆直哉 见他们两个玩完双坡之后 你玩完了吗 不是 直哉说 为什么他的实力突然多了几个层次 他差点没有戴着眼镜 但就爆了 他战斗数量就已经达到9999了 他那个玩笑 我又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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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然后突然间就收了直哉皮 接着拿刀的老伯有帮手打 完全不明白他们做什么 他两个做的事在那段后头还比加谋 加谋在前面做事 那他们两个做事比加谋多 那个位置是的 總之時面直哉又再一次慘死在珍稀學者手上 又再慘死 也好 輸給珍稀試 也好 沒得再死第三次了 算了 不要讓他死了 放過去了 駕見老師就讓他死了 那你說珍稀學者那裡其實也寫了一大段 伏克他們又怎樣呢 伏克他們KO了那些什麼ZZ高達 其實是越骨打的 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打收巨人 打完收巨人 然後其實又見面了虎將他們 他們又在那裡說 其實我們就要找一個叫天使的人 那個也是千年前的術師 那個天使的造型 又真的exactly是一個天使 那找他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他們還記得 我們要解放五條老師 那怎樣才解放到五條老師呢 原來天元大人有一個寶貝 就叫玉門姜女 是的 但是你要打開這個玉門姜女 就要用一些法寶 即是你那裡有個魚耳門鎖 在裡面 我有另一道魚耳門 後門啊 後門啊 但是你有一個破壞術式的工具才可以開啟到的 但是那些什麼黑繩啊那些什麼工具都被 有些五條都被收拾或者封印了 有些是五條自己封印的嘛 那所以就要找這個天使 這個天使有什麼特別呢 它有一個術式叫什麼邪去灰天梯 它一刻砍下來 那些術式就會被它消除了 毀滅了 簡單來說就是消除了 或者玩遊戲王 我把什麼有一個掃把 什麼羽毛掃 一掃走生人間 魔法卡不值黑 魔法解除 有時候看這套東西 我們用了遊戲王卡那種方式去想法 就是比較容易 當他們找到這個天使的時候 他們就在天台搭爹 中間其實有一段我們覺得 《死滅胡游》裡面最好看的一段 就是虎像和日車那段 那段我覺得當然我們說 阿修巨佬和單巨人 單巨人 單巨人和復刻蛋那段 是OK好看 但是最好看的那段 就真的是日車和虎像那段 因為那段是致敬科目非禮宴的 那些替身戰那種感覺 根本上他後面那種就是Stan 就是替身 再加上什麼 不僅是致敬科目毋老師 致敬逆轉裁判 但是虎像沒有意見阿里 說說日車的能力其實是挺有趣的 因為他本身是律師 又開了庭和人做審判 總之你的罪越多 日車能夠得到的能力就越高 去到最高的位置就有一把處刑人之劍 那把總之是刺你 要是處刑你就死了 沒錯 也是一個相對公平和有律師的能力 還有日車最初寫背景也寫了一些東西 寫他覺得好像司法不公那些東西 不如我自己去做處刑人 沒錯 那段跟虎像也挺好看的 這個好看的地方就是日車的故事背景 他的能力兩者其實是有relay的 然後他使出來的規則是不複雜的 即是後面說那個助殺賭博那個 真是神經病的 即是不說那個賭徒先 平金駱真是神經病的 平金駱真是神經病的 但起碼處刑人之劍 整個能力都是合理的 而衝突位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虎像在涉谷事變的時候被人鬼上身 即是被阿蘇羅取控 殺了很多人 其實虎像是感覺到罪犯的 他其實有一度是崩潰了 這段是寫他的成長 他當了那些人其實是因為我而死 他寫的OK 那是日車問他有沒有罪的時候 他就說我有罪 但到最後他都很侵犯法律 為什麼處刑人之劍插進去 插進不了他呢 因為根據日本法例 其實香港也是 一個人如果是精神 或者是神智不清之下 殺了人的話 其實他是豁免他的控罪 而且日車用了這招 用了替身能力之後 他連別人的資料 有一份東西在手上都會知道 其實他那一刻都說 根本那些人不是你殺 他們是宿羅殺 但是說他們因為我而死 為什麼我都很喜歡這一堆角色 就是虎將這裏不是把這些東西推給宿羅 就當成這樣 他都覺得自己是有責任 還有他簡直是說 我解決完這件事 我如果連宿羅這件事都結束 我就去死了 講明了 他說我要贖罪了 變成不是說 我不覺得虎將是輸打贏要的那一號 我覺得 好看的 其實那一段是兩邊都寫得好看的 兩邊都寫得好看的 所以我們去Turning Point之前 跟大家溯理一下 總之攝谷事變編之後 虎將和福克就進去了結界 一個是打單巨人 一個是打日車 與此同時曾希學者就回去玩滅門 月骨當然也進去了 就KOZZ高達 那些蝴蝶怪 好 最後如何收集這群人呢 他們就在天台聊天 找到天使 我們下一步就要把那些分數轉給阿俊美紀 那俊美紀就來到 就轉了一些分給他 就想著 阿俊美紀就脫離了 誰知道這一刻 阿俊美紀突然大笑起來 他們就發現 原來他不是俊美紀 他是一個千年前的術師 叫阿曼 這件事就令到福克就知道自己中了計 很悲傷 因為其實他很疼這個姐姐 那阿曼就飛走了 與此同時 虎將看來的叔羅就發難了 他就趕了一個暗號出來 原來之前在攝谷篇的時候 叔羅跟他達成了一個共識 就是當我說這個暗號 你的身體就要讓我控制 不知分幾兩分鐘 那他就拔了虎將的尾指 就應該是啪了阿慧 啪了阿慧 啪了阿慧 因為阿慧吞了 其實這位叔羅用這個方法去陰阿虎將 我覺得這件事是OK的 因為他說 總之我和你那個共識 就是有很短時間 我是控制你身體 還有說明不准殺人 他說 是呀 我說明不准殺人 但是你計漏了一件事 我沒有說不可以傷害自己 而且他不是殺阿虎將 所以拔了尾指出來 其實都不是殺人 只是傷害自己 你沒有人不給 然後趕到伏克裡 都沒有殺伏克 只不過就拔了進去 然後讓伏克 就用了好像是虎將 吞他手指的方式 就比起他 就上了伏克身 簡單說 總之九尾 就由明門的體內 轉移到索階那邊 去了索階那邊 我真是很喜歡的比喻 九尾門 為什麼過了索階那邊 那叔羅就正式 擋了阿慧 跟虎將他們 就抽了 那天使當然也有 參戰 但是射了他一炮之後 那叔羅就用虎玉計 就咬走了他的手 這樣 都打不到了 那個PUA 又在那裡 用天使他本人 因為其實他也是 上身的 但是天使那個 奏靈上身 其實兩個人格 連女生人格 都在那裡 他對他好 所以其實他小時候 就是認識伏克 他是喜歡伏克 他喜歡伏克 是來西 他喜歡伏克 所以那個時候 他用了伏克的東西 去陰他 但其實那個人看我 他擺明是宿羅 他就哪一分是伏克 那一刻你也算是笨拆了些 你這樣也當是伏克 不要搞錯 你這樣也壞了 你有沒有壞點 那虎將當然是完全不夠打 被人打到朱羅 飛了十萬五丈遠 那這個就是伏克 被宿羅正式上身 一個整條大Path的轉捏點 那去到一個位置 到底伏克怎樣是完全沉淪呢 因為我一直都在想 那這些大蛇丸招 通街也是的 不要緊的 那當然是說 苦象他們幫他 把靈體清出來 那樣 你又看到伏克 又像老膠戰 那樣跟宿羅打 那樣這些 通常都是這些招 誰知道他又 這個位置又可以賺他的 就是說 宿羅計算到 怎樣可以令到伏克 完全不反抗 就是我用他這個身體 親手地殺死尊美己 那他一輩子都內疚了 這條蛇丸 這個蛇丸 他就在體育館那裡 親手殺死了阿尊美己 當然 阿尊美己的那個人格 其實是叫阿曼 又寫了一大段 原來阿曼 很多年前 已經暗戀 宿羅 什麼事 不知道寫來做什麼 他簡直是病嬌色的 喜歡宿羅 是嗎 是 病嬌色的喜歡宿羅 神經病 當宿羅親手 用阿慧的身體 殺了阿尊美己之後 那天伏克就抱著自己一塊 沒有生存意義 沒有生存意義 沉在內心深處那裡 這個伏線我覺得是還好的 然後 很突然之間 已經是跳了去五條老師 翻出來 就說要跟他們做一個世紀大決戰 但是記得 死滅回遊是沒有完 死滅回遊是沒有完 突然間就說我們就是世紀大對戰 原價而言 死滅回遊是到最終這個故事完 都沒有完 都沒有完 只是想想有什麼方法可以再搞 因為通常 以前看這些少年晚 就是誰搞出來的 我們破壞那個 或者破壞一些裝置 那就可以完 你不是想打了券索 那應該就完 是啊 其實應該是 但是他的對白就說 就算券索死了之後 那些結界都不會完 所以其實說到第七十一話 最終話 死滅回遊都是未完 是是是 那不要緊 總之就是五條老師就強勢回歸 他解了一塊玉門僵女 我們當時也想著真主角回歸 之前死滅回遊 拆了那麼久 應該也有些看頭吧 那誰知道就是我慘租 慘租水餃的 就是年幾兩年的情況 他那一段又有些 解出來那一刻也有趣 因為他說其實那個日子就是很短 但是他裡面承受就很多 當然有五條老師承受到 然後就說 天使又救到他 又沒事 又可以用到他的術套 再加上九卷的招 總之一連串的戰略之下 就令到解到一塊東西 就說下游 就是阿眷索 其實一早想到 就是你會解他 所以我放在一些很深處的地方 海底嘛 但是他照解出來 那五條來的嘛 關什麼事沒有所謂 出到那一刻還要看到 阿眷索和叔羅兩個 然後就說 我們不如之後再打吧 就是現在準備好才一起打吧 他說你們兩個一起來吧 那一刻阿五條的東西好像很帥 就說我們兩個一起來嗎 同一天嗎 他說 忌日這些東西 不要分那麼多一天 那一刻很帥 然後還說了 現在動漫史上其中的名句就是 你覺得會贏嗎 會贏啊 就是那一格了 他還要說一句 你記住 你才是挑戰者 他跟叔羅說 就是 說帥到爆炸 那一段你當 我覺得有時候 戒健拿了一點 好像打出國那些 那種 structure去預設 他直接那裡就是打嘴炮的 然後叔羅有些很帥的說 我那時候 那個小孩的身體出來的時候 我也跟你說過 如果我出來 就第一個人做你 這樣跟五條說的 那裡打嘴炮OK的 是帥的 那後來的水繳大戰 就下了 變成他約在伸縮那裡 就去決戰 約了伸縮決戰 對 即是雙約在伸縮 這個人外魔境伸縮決戰片 但是進入這個決戰片之前 都還有一些小插曲 我們還沒交代 特訓那些 特訓其實他們沒有交代 特訓其實沒有交代 不過我們有兩個位 是剛才還沒說的 因為阿娟索 他有一條招 就是找了美軍 但是那段 又是一閃即逝 五條老師一出來之後 那些美軍就沒有了 他原本就是說 整個美軍過去 裡面就是 阿娟索就是去了聯合國 那些地方 這個應該是美國 美國的了 就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日本 有一件很地道的東西 叫做奏術師 意思就是他是 哄了那些美國佬 就要派一群兵過去 捉奏術師走 為什麼每個人都懂得 有燭火 無限能源 他這樣玩 其實就是陰那些美國 那些是有趣的 就是如果差點 就能抓回去做實驗 但是如果 美軍過去 其實那些美軍 四箱才大 因為他們不知道 其實這班不是奏術師 那些美軍是的 那些差點的奏術師 就被他們捉到回去 但是其實 對著那些很厲害的奏術師 那些美軍是不斷死的 就是拿些美軍來 餵了給那些奏術師 因為那個區裡面 很多人正常要死 那些死了 一定沒有東西餵的 他就是整個美軍去餵他 其實不是不行的 但是有五條出來 美軍這條線就不見了 但是沒有了 突然沒有了 他最後提起一兩項 就說我們想想怎麼解決 就是這樣 他很多東西解決不了 就是最後 我們想想怎麼解決 就是這樣 你勉強就是當作美軍 四箱慘重 那一定要走 唯一這樣說 那美軍那段 我覺得是小儀科 不過那裡 那裡 那裡也挺有型 夏猶在這裡 最初跟他們說 那些美國人不相信他 就是說 你說是嗎 他說 我知道你旁邊有很多士兵 我跟他打一場 然後下一秒 就整個軍牌都扔掉 其實那幕挺有型的 那幕他做一些有型的畫面 是做到的 他扔了軍牌出來的那一刻 就是你整個砍一下 一下就拋了整個軍牌 完了的了 他不做劇本就一流 那些位置挺有型的 真的那些位置挺有型的 我也是覺得美軍那裡是小插曲 就是可提可不提 不用插的 但是有一個位置 我本人就十分喜歡這段戲 就是講99猶基陸迷血上大腦 怎樣保護天元大型那段 我是笑到 看完之後 我就不斷跟大王他們分享 就是 好了 那說到阿娟索 就侵入了天元大人的居所 因為他又有阿霞游的記憶 他又差不多是 你那一堆 其實他有講到很多功用 你那一堆死滅回遊 那這裡就只剩下你們 還有他說 因為他有阿霞游的記憶 他知道怎樣潛入那個地方 我已經覺得昂糕 天元大人你不是想不起 你知道阿娟索現在在用阿霞游的身體 你不是走到別的地方 對嗎 他現在正正正在奏術寧那個 不是在華奧玉節編那個位 對 他下去就墊回血跡 就是那個女國死那裡 我都必須說句老套些說話 包青天 都有展昭和王朝馬漢 張龍趙虎 你真的只有兩個人 你知道他一定侵襲你的 對 那不就是99樓機厲害 打算 那你多一點點彈傘 是不是都合理 其實多個月骨已經不同 不是 他說月骨要別人做事 日下報那些都可以來 還有我想 你京都那班乾弟呢 還有阿平金那班 京都那班乾弟 你叫校長過來頂也好 那好吧 我也算 你叫耳末志過來頂也好 我也算 你說99樓機最厲害就是他 萬無一失 那好吧 眷索真的來就跟他們打 那不夠打 血漲大哥被他打得很糟 那OK 那不夠 眷索打是正常的 然後99樓機出來押牆 又說我控制重力 什麼東西 那些什麼 我想著 這個什麼僅次於五條之下 最強的術師 每次都是這樣說 什麼僅次於五條之下 那些都是橘頭來的 然後呢 僅次五條 五就好 僅次阿閃老頭 那樣就出來 變成雖能經激 然後呢 99樓機就被阿眷索打得很糟 打得很糟 其實不算會有功手 就算被人打得很糟 打得很糟 那他有一刻 就應該用重力 控制住阿眷索 只要那一刻 阿血漲大哥 一個穿血 還是超新星打完他 其實是有機會 可以跟他攬炒的 但那一刻 天元大人 轉咒了阿血漲大哥 那一刻 我看到 What the 那他說什麼 阿血漲大哥 其實本身是 奏靈 那他呢 就經常在想 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作為一個人 去生存下去 又或者 他對阿虎像 這個弟弟的想法 那 其實我覺得 最壞的是 他有時候 不是寫不到一些東西 他寫阿血漲大哥 的心態 其實也寫到一些東西 但是 撇開了一些前後邏輯 天元大人 只是跟阿血漲大哥說 你作為一個人 這樣生存下去 這件事好像很感動 但是 你可不可以 不要在阿血漲大哥 在射招大招的時候 你轉去走 那一刻呢 那一刻我有什麼感覺呢 我就是看這個 唐伯虎怎麼抽香 唐伯虎老爸 說 朱世 你做什麼 你就是快把我 去另外那個 什麼 阿杰明書生 就被人 轉去 你就是轉 你都可以打完這一招 你才轉 不是這麼危急 如果我打完這一招 做下了阿娟索的 然後 他可能是重傷的 天元大人 用力量救他 然後說你作為人 去生存下去 這件事是不是感動很多 是啊 他那句話是沒事的 是可以的 天元大人這樣做 去餵阿血漲大哥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不要那一刻 批一強豬 他那一刻已經存在射 他轉走了他 那一刻就真的 朱世了 真的朱世了 他那一刻是雙重 可以拉扇梳頭 劈他 那99遊機唯有怎樣 沒有啦 沒有啦 自爆啦 唯有自爆 我打算會被射中 算了算了 我自爆了 自爆完之後 娟索就真的重傷了 衣服破了 你可不可以看龍珠 衣服破了 真的很嚴重 真的大 但是我最喜歡拍一拍 肩膀 那段影片都截了一張圖 真的嚇我一跳 99遊機 傳輸第二強的奏術師 自爆 阿娟索就只拿了衣服 什麼事都沒有 真的行 我一跳 我只是露過 因為我在旁邊聽著 我只想起 同樣的少年漫畫 我可以比較 就是當年死神 打到上靈王的時候 靈回來好像很厲害 然後被人瞄了 我覺得有同樣的感覺 但是你這裡說 就是爛了衣服 是更搞笑一點的 而且他無緣無故 送血漲大哥走的東西 有一點點 又哈哈哈哈 收回自爆人的東西 哈哈哈哈 不過他是諸葛陣營做的 哈哈哈哈哈哈 那天元大人的東西 你為什麼在這個時刻 我理解就是 可能血漲大哥用完這招 然後可能他自己也會死 其實他用完這招 那他不想血漲大哥死 那就轉了他走 就是斷了他的招 讓他不能自爆 那 問題 那99油肌呢 你這樣陰原 99油肌在這裡 除了自爆之後 沒有東西可以做的 就是血漲大哥 你作為人的生存下去 99油肌 對呀 為什麼他不夠99油肌呢 就是 血漲大哥你作為人 你生存下去 99油肌 你不要做人 你做鬼 是不是應該轉最強的酒 而不是轉弱的酒 你這麼關心就轉了兩個 那個情況就是什麼 有柳木百災 有東司狼 有東司狼 救東司狼 有得百災死 然後百災拿著 8千半億 算了 我自爆 然後爆完又 就破了一件袍 我真的嚇到了一跳 我真的嚇到了一跳 最強戰力 反而你不夠 有他死 你全都夠了 我好一點 你現在好像99油肌就隨便你死 血漲大哥 你作為人生存 大小超級 你99油肌都可以死 你起碼都拿手 拿腳 拿眼睛好不好 不是 我覺得也是預訂問題 你如果在99油肌走去自爆失敗了 然後血漲大哥想再用招鍵去射他 天元大人知道你的招鍵射他不死 但是你死硬的 那當然你不要無謂去死 就轉他走 這件事不可以 是啊 你前後調轉其他就可以了 而且 你現在轉完血漲大哥走 99油肌絕望望著 我自爆 還有一個主意就是 天元大人知道自己是很重要的 如果捐索拿了他 他真的就變成逆王 那一刻真的完全沒有動機去轉走老肌 你這樣想 以前就不用找人做星章體 以前做星章體的女生 他又不能作為人生存下去 突然邏輯錯了 所以那一刻我就是 你幹什麼 幹什麼 或者有黑巴哈 你幹嘛收回自己沒有人 所以我覺得那一段是我最喜歡的一段 充滿了歡樂的一段 其實那一段我本身打得OK 我這樣打來講 而不是99油肌被人壓著打太厲害 那一段也算是有點氣體 但是你做一轉就 我覺得那一段稱不上好看 因為你伏克打收據佬那一段是好看的 是的 日車打鼓掌也好看 然後被人打到有粗手 然後被人打到珠西 又被人打到他變成2.5一次 那一段時間 他2.5所以是攬自爆的 是啊 還有我想問 我一直在旁邊聽 就發覺你這一篇都很大問題 但是這個算不算 你剛才說這個位置 是真的你見到 是很暴走的位置 見到戒健開始很暴走 因為我 這裡也算的 其實死滅回遊那一段都是有時有些位置 即是一半一半 我們按時序 有項位有好位 大王呢 因為大王那一段不是做水餃 是啊 我不是在水餃 他一次過看其實是smooth很多 我最近一次過看 我也覺得感覺是fuel better很多 但是頭段都還好 譬如滅門 滅門那段雖然有些好笑 但是都爽的 打收據佬 打日車最好看的那兩段 最有缺陡城市的感覺 最有缺陡城市的那兩段 但是去到九十鬼遊戲那段 是爆笑的 你明白嗎 好了 回到那段 叔羅奪取了 即是九尾 九尾上了Sasuke身 九尾上Sasuke身 上完Sasuke身後 殺了他的姐姐 那我就放棄了 喬喬是可以的 OK的 但是他突然間就已經說了五條老師 即是卡卡西就回來跟他抽 沒有話要說 那一刻我現在看回 雖然說我的神視角 就知道後面有2.5個獲 但其實有個問題是 你預訂上其實五條輸定 因為 現在有些會是笑說 為什麼不是五條打贏縮和 其實五條打贏縮和 這件事不行的 不行的不行的 因為本身嚴格來說 他真的是老師 他不是那三個主角 其實五條打他 無論如何都要輸 或者無論如何都不可以直接贏到他 其實有很多好的方法 不一定是2.5 問題是你預訂上 那你五條一出來解封 那你五條一出來解封 Jopper沒有給他打 你一出來就已經看著 其實呢 其他王道漫畫 當然是說王就是打最厲害的那個 等於其他契弟就打其他契弟 我經常說鬼滅之刃 我也沒有想到我自己會稱讚鬼滅之刃 鬼滅之刃的最終篇章 好啦 那無慘當然最後都被人輪姦 但是無慘被人輪姦之前 那班柱是跟 輪姦和無慘 那我想了其他事 OK了不要緊了 那我喝了三國人 總之無慘被那班柱輪姦之前 他們都很辛苦地打那些上賢 那些1 2 3 4 5 現在五條復活完之後 是沒有上賢給你打的 直接跳就要最後決戰縮羅 是呀 完全沒有抓牌打的 然後 通常這些計劃就是 最強的老師打自己的徒弟 那個徒弟入了魔 那可以怎樣 就犧牲自己救那個徒弟 譬如我突然想到 趕晚 魔柯葉和李世民最後決戰 魔柯葉是可以打死他的 但是他的目的不是打死那個徒弟 是要救回那個徒弟 那最後就吃他四招神掌 然後救回醒 李世民自己香了 那大家就覺得 這個老師真的沒得頂 這裏不是 這裏他真的跟他說 阿蘇羅說 我現在在用復刻衛 你不要打我 然後 五條老師怎麼跟他說 蛤 我隨時打算撞掉他 因為他打算撞掉他 其實有辦法 因為他想過 阿虎將已經死過 他那一句話這樣說 阿虎將已經死過 但是那時候 最後都沒有事 他覺得這個方法 有機會可以救到復刻 反而撞掉才能救到 這樣鬥 但是 你真的在復刻上 其實你出來 你上完都沒有幾隻被打 你預了就輸 那一刻 其實現在 可能是講法一些 後來大家知道這件事 你沒有人不知道 動蠻圈 但其實我那一刻想到 看到那一段 其實如果你學回那時候 陰陽大作戰 這樣寫就好 八雲那段 其實我覺得整件事 好像陰陽大作戰 就是 有個 阿彌九那班 其實你就當是 虎將那班 那個等級 但是陰陽大作戰 那你又過分一點 阿彌九好一點 阿彌九好多 西海套虎鐵 至少是絕珠的西海套虎鐵 至少阿虎元泰 和阿亂元泰 是可以打的 但是 你的角色定位上 他是那個位 我講的位置上 西海套虎鐵 打贏很多人 那一刻其實 裡面那個叫白雲 那個戰力廣明 是頂了頂的 其實真的是五條級 但是 那時候 我小時候看陰陽大作戰 我就想 那怎麼打 你到底有五條 不是五條 你有白雲過去打 就贏定 但是他寫一條條 原來說 就打了一個類似結界 會倒下來 然後白雲就和他那幾隻色神 一起變了一條柱 石化了去頂一條天 然後就是 你不是說這件事 很容易血 然後就附託了 如果現在 要打贏大陸的東西 就給尼九 那一班 其實這件事就行 你怎麼猜到 一百萬出來 被人鋸了 所以說其實 有很多條條 犧牲 犧牲自己救的徒弟 又有 撐住雞頭 撐住雞頭 你們去打 其實有很多條條 但你沒想到 他真的鋸了徒弟 那一刻震撼 他又要鋸了徒弟 然後師父就被人鋸了 其實 到這段 我就會覺得 特別去新宿決戰片 那裏 我沒想到你預訂的 完全錯了 你五條一定不會是 直接收下宿羅皮 那裏 但你中間很多預訂的方法 應該不是這樣預訂 他就是中間每件事 預訂都亂了 另外 我知道呢 跟戒見港設定是按鈎的 但我也略略和大家說一下 五條是一個無敵的存在 因為他的無下限的術式 你是怎麼打打他 總之他永遠都有一股東西 你就打不穿 那他怎麼可以打穿他那股東西呢 你老母 我們上次說攝谷事變篇 不是說阿慧出了金輪法王出來 好了 那時候他暈倒了 暈倒了 金輪法王也能行動到 大家記住 他暈倒了 記住你決定 他暈倒了金輪仔照樣動 你記住的意思 那當下呢 就說上了虎杖身的叔羅 就倒了金輪法王 那所以呢 阿叔羅呢 就控制到金輪法王了 就二打一 就召了金輪法王出來 就把五條老師 就在一個過程裡面呢 可以適應到五條的無下限 嗯 我也不明白怎麼可以適應到 喂 那個設定明明就是說 你打我 我就可以適應到你的攻擊 對呀 無效化攻擊 你那個不是攻擊你的 怎麼可以適應到呢 我不明白的 不明白的 然後他說 打了幾回合之後呢 適應到 我就可以攻擊到五條老師了 我不明白那個適應 大哥 有個東西不是說適應是適應的 你以為劉德說 天璣說適應的鹹蛋嗎 然後一開始 一開始無量空處 說到怎樣厲害 在攝谷篇 他打那幾隻阿火火 阿花花他們 無量空處都還是很厲害的 至少我覺得設定沒有崩壞 御廚子也很厲害的 那些是雜刀飛過來的 好了 到這裏就像你說的 雜門卡 雜門卡打開 他們就鬥雜門卡 其實那裏這樣說 你說拜畫面上 又或者抽開來講 很多人就是 只是拿2.5個幕來笑 大家知道最後的結果 這段大戰就是阿五條 被人割開了變2.5 就死了 但是很多人只是拿2.5的幕來笑 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因為是的 前面有五條說 你只是挑戰者 我會贏的 接著你的結果就變2.5 好像很差 但是中間其實 我原本以為 那時還沒清醒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跳出來 就被人割去2.5 如果是這樣 我也指著角色來笑 但是 其實他真的跟阿蘇羅打了很久 現在大家計算那一段 原來他連載打了幾個月 但是 打和裡面的畫面 有若干位的畫面是很棒的 初時你覺得都還好 因為阿蘇羅是三打一的 他有一隻融合怪 然後有金輪法王 三個打一個 都被阿五條打到豬 那阿五條又露出這個清智的笑容 打算完遊戲 誰知道下一回 我們打開第一格 他就變了2.5條 那裡我們就很會震撼 那不是一回到2.5 他下一回一回來就變回憶 回憶 然後就變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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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雖在回憶那段其實挺好看 但問題是什麼呢 他2.5條完之後 他告訴我們 原來宿羅沒有盡全力 你老母 宿羅沒有盡全力 但是問題是後面 他沒有變互如女第100% 他敢說 但是 只要說到慢慢完 那一刻 他永遠說 我沒有盡全力這句 都只是把口說 他後面都沒有展示過 給那一刻更厲害的攻擊力 之後就沒有機會再進傳 為什麼呢 之後就變了 縮羅無慘 為什麼說縮羅無慘 好了 五條老師死了 又有回憶 還有他那招殺他 他就說什麼 總之現在我不是只切開 我切開空間 我整個空間切都連著你 他就斬開世界 是啦 試狗彈 試狗彈 他說什麼 不是 這個人轉過來 不好意思 但前面那個劍 基本上是五條佔優 我覺得那位是 你無緣無故 那個人這麼窮 那個人切開 所以其實 你真的有看完整段 你不覺得五條是賊死 你覺得五條是被戒健屈死 是被戒健屈死的 其實不是五條 五條 喂 這次真的可以說 五條老師真的沒有輸 是戒健屈死 老師沒有輸 這次老師真的沒有輸 其實我前面不覺得他輸 是戒健這刻 我連宇宙空間切開 就輸 天下太平 那戒健也很公平 他屈死了五條老師之後 他又拿到幾十回 屈死了宿羅 是吧 然後展開了長大幾十回 的宿羅無慘 那怎樣宿羅無慘 水交大戰 水交大戰 那他們那幫混蛋就回憶了 在五條老師出戰之前 就有個開會 就是說 如果五條老師死了之後 我們就怎樣怎樣 有很多網友 我覺得真是神流言 你那幫混蛋 在出戰之前 在想五條老師死了之後 怎樣 是不是應該想 怎樣 不要讓五條老師死 糟糕 還有是不是想想 什麼方法可以幫忙 支持一下五條老師 是應該想怎樣幫助老師 不是 糟糕老師死了之後怎麼辦 他的對白很精彩 五條老師不會死的 五條老師那麼厲害 五條老師可以解決的 然後有個說 不是 但如果五條老師真的死了 怎麼辦 如果他真的死了的話 我們也要定一些 然後陸子雲就衝出來拆 我一定要做第二個 我是最強的那個 我要做下一隻水餃 我要做第一隻水餃 這樣 OK 你衝出來拆不要緊 然後有虎將他們就說 這隻水餃衰了 他又要別人衰的 他一定要別人衰 他一定要別人衰 這隻水餃衰 我們三個上了 六條人死了 那日下步 加虎將 加日車 我現在真的要吃飯了 你吃火鍋 我們先加了一盆韭菜餃 然後再加魚肥餃 然後再加肥牛 然後再加什麼 每天每天都加 我覺得 阿騫 純粹想問一句 他是不是好像 晚上有什麼全餐 前菜 他賣最後來講 是一個去喝的 有的 有的 就是好像去喝的 有一個人要在 他有談次序 總之 綠子雲就是第一隻水餃 那這隻水餃 搞不定 就我們三個上了 那我們三個戰略是怎樣 就用日車的處刑人之劍 就刺激他 但是他太勁勁了 雖然我記得 他前天的戒見 可能想到你會這樣反駁他 他有寫幾句說 月骨最初他在那裡 因為他同時教他 很瘋 五條和蘇柔打我 有些畫面打得挺正 挺好的 但是 他們有班友在旁 他們就在那裡做論述回戰 哦 網王那樣 他們網王也沒有這麼多字 他們這麼多字 都直接 喂大哥 你們在那裡做一段討論 你們在辯論 在那裡說 五條做這件事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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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月龜說過我們不應該去幫老師 好像在說過類似的事情 不是的 他簡直說我做錯決定 是的 但中間有一些事情 我好像是說什麼 我想想想支援老師 然後月龜 我收回那個說話 我錯了 如果我們在現場那裡 老師是沒有可能發揮到現在的戰力 因為我阻礙了他 他想我來這樣鬥 就企圖他鬥 我們為什麼會說 喂 你是不是想想幫老師 不是想想老師死了 其實他寫一些東西在這裏 有時候就不用你 因為男哥和軒哥沒有看 我簡單說一下環境 其實他整群混蛋在附近那裏 一起看YouTube 看直播 他們一邊看直播一邊旁剩 旁剩 旁剩嗎 就是Live reaction 然後打到最後他們就說 哎呀 我們都不應該去支援老師 幸好我們沒有出去 就不是阻礙老師 阻礙老師用不了這些招數 好 但不要緊 你不要flashback給我看 那些混蛋說誰做水餃 你媽媽 我覺得flashback這一段是像什麼 就真的像你 是整群人拿了劇本就說 哇 戒健老師你都說到這樣了 那我們不如想好後路吧 那你就會奇怪了 你說陸子雲做第一隻水餃 我也算了 那日車他們三個 打算用處形人之間屈死他 為什麼阿珍希學者和月骨 不下場呢 你要確定這件事情 是否 而且我覺得你下水餃 不要緊 你那些水餃 你打火鍋 那些水餃怎麼下 那些水餃 那些水餃怎麼下 那些水餃就整個水餃 掃進去 你不用一隻下 你肥牛 肥牛有時就逐片下 你和牛就逐片下 他又天冷財 找了一個搞笑藝人高宇 就去特集 捲索 即是下游 就想著等高宇和他攬炒之後 月骨就出來補刀 這樣說得好像天衣無縫 搞笑藝人那段 我沒有特別的評價 我是覺得是玩過龍的 我覺得是戒結惡趣味 惡趣味 但又是那件事 我有一點點佩服到他 他寫搞笑藝人那段 如果真是看 其實是挺過癮的 他有些動篤生活的感覺 他有些有趣的 而且我覺得那段我沒有不算反感 因為我知道有些觀眾 會有多反感用這招去屈死 但其實我又覺得 因為他就是用那段 我們那時的觀眾會以為 是搞笑藝人直接過去搞定 捲索搞定下游 但幸好就不是 他們說 因為這個人的招 他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 因為他的招就是 會令到 用棟篤笑這件事 變成了一種無敵 即是他用來做搞笑的 其實明明中的招就是 吐了蟲我沒事的那些 或者會是令到 人家入了一個好像幻覺的世界 有時候 進了他的幻覺的世界 其實這個方法 如果直接做下的捲索是怪的 但他原來最後就是 捲索其實他都不懂得如何應付 以照其他的攻擊系 他總有辦法應付 以照他應付不了 所以他進了那個 好像被人拉了進去另一個空間裡 在跟他玩幻覺的記憶 那變了他 因為他本身就是 不斷感受到周圍 有沒有其他泳者 即是死滅會有些人出現 或者其他一些術師一進來 就會做下他們 或者會離開 那變了現在就是 用這個方法 陰到捲索其實是 不會有意識 sense 到其他人什麼時候來 所以月骨就可以偷襲 成功 月骨也沒有那麼容易一下 殺到捲索 所以我覺得 寫到一些東西 我又不算很反感 因為心花鳳我覺得有少少有趣 這段 我不覺得他神經病 但其實那段也是很大 即是突然間月骨砍他的東西 然後月骨也就叫他KO了他 但我當是奇襲成功 我勉強給他 但如果磁力王這樣死的話 其實我就過渡不了 我原本以為是月骨跟他打金衣 是啊 我覺得高瑜可以消耗他一粒的蛋藥 但是你不要這樣偷雞搞定 這裡其實是有些要快手收了他 但戰術上 我覺得他想到這個方法 有他有趣的位置 我純粹是覺得 但這裡純粹是想洗開月骨 因為如果月骨一開始就幫忙的話 故事又是完了 日車他們三件就咬他 訓人之劍在最一刻就失去了功效 為什麼呢 因為日車被人打暈了 那時候他玩到 虎將就拿起了日車的處人人之劍 總之他已經開了替身能力 其實已經 他已經開了這個招 其實是審判了叔羅 因為叔羅實在衰勁 一定可以用處人人之劍 他後來和他糾纏之間 把處人人之劍去了虎將 其實那把東西就算不是日車拿起手 只要刺得中他就死 那虎將是拿了一把處人人之劍 準備一手刺到叔羅那裡 就刺到那一刻那把劍消失了 就說因為那時候大家以為 就是我日車死了 所以能力消失了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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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車退了場可惜 但是又是 趕快一點 日車最後原來沒事 結果哥會 全世界都 連角色 日下部都說 那你也不死 他都覺得是 為什麼我沒有死 那好了 沒有死真的暈了 那為什麼金輪法王又可以運作到呢 就是這個復不 不是復不 我們這集的復不 就是剛才我叫大家記住 復刻暈了 金輪仔繼續動 是啊 那我覺得可能有些 如果覺得沒有問題 即是那些搖桥沒有問題的觀眾 可能會覺得 因為復刻暈了 那個是色神 色神就自己要自己意識自己動 可能會這樣覺得 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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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日下部沒有死把劍這樣消失 我就不可以了 然後又出現了一個 很有名的明星 就是日下部看著叔羅 蛤?我打叔羅? 然後還被人說了三隻 痴卡蛙出來對著我 我打叔羅 是啊 但是又這樣說 我一次看完那一段 我原本以為 我看過這段 我會笑得很禁 但是我看完那段 我又沒有笑 日下部 其實日下部的角色 我覺得是OK的 即是他那一刻出來 他是說 因為我原本以為 是完全打得不夠打 他出來我頂了 現在 水膠落到變了我 但是他那一刻出來 是直接 有某些位都是想著 我死了 差不多死了 我頂了他多久 因為日下部用這個態度 不是說明說 我這些大人 那些小孩 總之我幫那些小孩 頂了多久 他原來都遇到自己 死牙中腰 有幾次去拼到盡 他那幾次就說到 我這麼熱血做什麼 算了 我幫他盡 所以我覺得日下部的角色 那位 我是深刻了 日下部的角色 我覺得還好 你轉身後看這件事 日下部的角色是寫得很好 但是你跟攝谷編 去比 角色是有些突然間的 即是突然升級 是啊 因為其實你看攝谷編 他也是很怕死的 嚇到賴屎 對著火火 他也不敢打 為什麼去到縮羅 他又覺得我要幫那些年輕人頂 突然間黃航龍上身 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因為這套作品 即是有些角色 我們可能待會再提 因為 戒見就是很喜歡寫死 或者寫走某些角色 然後再寫其他角色 或者拿了其他角色 去replace那個角色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日下部 去replace了七海老師的位置 嗯 是 如果這件事是七海老師 我打縮羅 然後我去盡頂 其實如果是七海老師去頂的話 沒有那麼大 但是他前面寫的日下部 看到縮羅那次 大概賴了尿 我記得賴尿 其實這個角色真的是七海 是啊 如果你這裡站在那裡 那是七海本身就沒事 但是他這樣 我前面寫的人體爆炸了 那麼日下部去頂 其實他是這樣 他真的硬將日下部變成七海 但是他現在這裡寫到來 OK 如果我拉遠一點 我覺得日車留在這裡 沒有死 他也想著 如果將來有機會寫一篇 就拿來當了七海那種角色 用了日下部 不是拿一下日車 那之後繼續逐隻水搞落 那真希學者又出來打一回 收掉了皮 吃了兩顆蝶 對 那之前六指雲出來 當然也是一回就收了皮 真的死了 真的死了 三大死者之一 就是我們總結了整輯 新速決戰篇 三大死者之一的六指雲 五條老師 還有這個血相大 主角陣營那邊 然後逐隻水搞落 人類就只死了五條 那邊是一個半咒靈 一個咒靈 一個咒靈 一個純純死了的人類就是五條老師 五條老師 然後又有東堂 然後又有九卷的錄音帶 你就發現 這些傢伙為何水交逐隻落 那他又有繞個點 就是為何東堂 或者最後一陣子 釘釘那邊收回 就說因為要不讓伏克知道 他們沒事 或者會出回來 就是因為他們 好像也是說 但是有些事情也是繞回說 他現在說到 是有些事情不讓伏克知道 如果讓你和虎像知道了 萬一他上了你身 拿了你們的記憶 那就知道釘釘沒事 就知道東堂沒事出回來 所以不能說給你們聽 你知道嗎 你就好像遇到他實想伏克身 大哥 那你珍惜學者和東堂 是可以一早就出來的 你處形人之劍就刺中了 其實東堂如果早點出來就搞定 你隨便出一個都搞定 最慘的 我又跳跳這次序 你釘釘現在不是說 他最後打了那個釘 所以搞到虎像可以打贏他縮羅 你釘釘醒了一個小時 早點打那個釘 五條老師贏了 是 我想過來問多兩個問題 就是問多一個問題 好像那些教堂在做Q&A Q&A我現在舉手 我想問問 他們最後才走出來 又說不讓他們知道 東堂和釘釘沒事 他說因為叔華會讀到他的記憶 上去身 我知道 但是為什麼 你之前下水餃之前 如果你之前已經出來的話 其實不需要下水餃那一節 他現在就想寫到 因為最後有些奇兵特集 他陰了叔華 那你前面也是奇兵特集的 其實東堂一早出來 跟學者 跟珍希學者出來 或者加上 日車的處理人之劍 其實 你拿木羽出來 又什麼都奇兵 是不是 木羽出來 早點跟日車一起玩處理人之劍 兜他背部 其實六指雲一死 他們就可以 全部出來圍他 我頂盡被你死 六指雲其實是完 不是 其實 釘釘早一個小時起床 就五個老師都不用死 已經五個老師那天搞定完 回家吃飯了 那他就是不想這樣寫 那你釘釘早點醒一陣老師 還有你人類那邊 你想想前面那些人 其實大家都感覺到他死了 那些 你故意寫到五個老師 是唯一一個人類死亡的話 根本就是想羞辱這個角色 所以我們真的覺得老師沒有輸 他真的被戒健死了 他真的被戒健死了 我真的感覺到戒健是很討厭這個角色 我等一下可以討論戒健是不是很討厭 但我們先說一下 剛才我數已經很多了 隨時過來 有這個不義遊戲改 木羽變了 有這個狗卷錄音帶 天宇宙播的珍稀學者 然後外國人 黑鬼二人組 那時候在周述玲出來和五條打 湯馬士回船那個 黑鬼二人組 然後你最後發現 福利亞街 虎像式的領域 然後這段也是很棒 中間不告訴你 他的特訓做了什麼 後面又說虎像原來跟日下報 那些交換靈民的特訓 就說交換靈民之後 你可以短暫拿我的領域 用我看的設定是這樣說 其實那句我少少 句句粒粒中文我都懂 但我加上一句也不明白 那他又說什麼 握換靈民 說簡易領域 就不知道 現在在維基都是說 和日下報握靈民之後學回來 就這樣 後面真的 我突然覺得 如果你早就有這招 你早點過去和五條老師圍他 那老師就不用死了 我也是那句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會親口讚鬼滅之刃好看 最後輪間 無慘 是大家都受傷 之前大家苦戰了很久 就好像打吉良吉影那一套 因為大家各散東西了 很勉強地生存下來 跟那些常言死戰過 出來再有人貢獻少少 都死了很多個了 你才引生到大家投入 覺得壯烈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犧牲的 每一個人是做到事的 最後厲害到連那些醫療班 那些普通人都出來幫忙 拉鐵鏈 我們要曬死他 你不覺得那件事 是一個陣營動員 全部人去打贏另一個陣營 對呀 你覺得群拆群力 那他也是輪間無慘 是不是 這當然是輪間 你只要把戰力調一調 就已經結束了 那件事 中間還有一段 戒健不知道被編輯部迫他 還是他自己寫 新舊兩代主角 一起打這個宿羅 就說月骨 丘太打這個 還有虎將打 宿羅 那時候說 落水餃落個月骨出來 然後我沒有想到 他連月骨也秒了 秒完之後 又是震驚全球60億人的劇情 五條初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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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媽媽 你還要 本身月骨 聲優是水方惠美 就是真字 所以那個人說 那是五號機 五條號機 就是說月骨 就複製了阿娟索的術式 他就可以縫腦進去別人那裡 就縫了到五條老師那裡 所以月骨 月骨 plus這個五條 然後再次對決這個宿羅 還可以用五條的招 但是 為什麼笑他初號機 為什麼笑他初號機 除了配音之外 因為他是有時間限制的 他真的跟初號機一樣 拔了電纜之後 有時間限制的 一開個無量空處之後 其實不太久 他就沒有了 因為融合程度不夠 所以跑一跑 睡了 好了 最後最後 真的最後 怎樣解決到 連初號機都死機了 那怎麼辦 就是整台東西都吃光了 就是最後一個機會了 來啦 你老母你跟我說釘旗沒有死 釘旗沒有死不要緊 最後半小時起床 然後一顆釘釘下去 叔羅在一隻手指那裡 就是遠處 他在一隻手指就釘下去 就是他對付真人那招 是不是 震到叔羅就魂不附體了 這個時候 虎將就運用他的黑閃 一拳就打回叔羅出來 還有他是用了他的領域 阿虎將開了領域 所以就進了他自己的城市的環境 在裡面就有了必中效果 就可以堆死 又是幻想世界 幻想世界 然後就必中效果就堆死了 用了那招解就堆死了 不是堆死的 打了叔羅 把他和阿福克分開 而沒有了肉體的叔羅 就慢慢要消失 總之就是拘鬼拳 一拳拘關的鬼出來 但是拘鬼拳打中之前 他有一段很浪漫 像朱古力打鬼一樣 很浪漫 就和叔羅在幻想世界那裡 逛街吃飯看戲 其實那段我也挺喜歡 我不反感 那段又可以說對白OK 我不反感 但是當阿虎將又清智笑容地看著叔羅 如果你肯放棄阿慧的身體 我就放過不殺你了 那來的自信呢 但是他之後做到我就算了 那你不早就出過領域 為什麼你要等五條老師死了 月骨休泰都死了 你才出領域 又回到我們剛才說法 你早點用這招出來搞法的 那些人不用死了 那你和五條老師一起打 可以嗎 你和五條老師一起打 原來你救到阿... 月骨照應可以過那邊 但是你爛爛醒 你爛爛醒早點也是已經贏了 阿虎將早點和五條老師一起出去玩這招解 也是搞定 原來你救到阿慧 我們以為阿慧要死的 原來你有方法救到阿慧 那五條老師一早就按著他來砌 你一拳打過去就搞定了 那他拆出來就完了 他很多位外高組都可以完 那好了 戒見呢 就真的很厲害 他完了這個大戰片 他特意找一回出來 整回出來 出來串一些讀者 尾二那回 尾二還是尾三 尾二 尾二 出來串一些讀者 就是真理學者 就是屌疾穴骨優太 他們變了論述回戰 對 你聽到為什麼有穴骨優太 沒錯 穴骨優太是沒有死的 雖然他的腦子 換了到五條老師那裡 然後又被人換回到穴骨優太那裡 然後又被人換回到穴骨優太那裡 現在多條巴 對 對 那他就說 李香就是那隻微分妻幽靈 就在他換了腦子的時間 繼續用這個反轉術式 去治療他的身體 你老摸 你這幫混蛋不是會反轉術式的嗎 好啦 不跟你爭論這些 那師姐 就是真理學者 就逐個吵了 特別是吵了 優太 就是說 你們那些書籍都抹錯了 好像來看摔角那些 全體的書籍都抹錯了 這些書籍都抹錯了 一早應該整盤水餃落 不應該逐櫃落 然後 戒健老師 就是用珍希代入了讀者 珍希就等於讀者 就是讀者 然後他就找其他角色 譬如東堂、日下部那些角色 就幫自己說話 你這幫讀者 全部都是朱西來的 你們怎麼會知道我精心的策劃 然後東堂又說 其實你又配合不了我用不宜遊戲 狗娟的錄音帶又不可以太早用 然後有些人說 我們用養餅錄音帶行不行 然後說 不行的 狗娟的能力只能發動 只要用養餅就不行的 只要一餅而已 然後 總之水餃是要逐隻落的 不可以整盤落的 然後去到最後一個位 就是說 那個黑鬼早點來就行了 然後全部人看著黑鬼 對 他早點要幫忙就行了 然後說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過來 月骨說 我叫他過來 他待會不會過來 我沒辦法計算他有數 誰知道他真的會過來 這樣說 但是我想說他這裡都是說不通的 因為他都沒有說 為什麼不是水餃一盆落 而是要逐隻落 我們刪去那個位置是 為什麼你要逐顆水餃落 而且 也是這樣 為什麼苦象不早點用那招 為什麼不跟五個老師一起用那招 因為他沒有說的 沒有說 然後為什麼不早點叫阿丁丁 都沒有說的 那些我們覺得最有力的證供那些 喂不是 伊吉阿里 你在玩什麼 我們這個跟他處刑人之劍 我這裡 差不多可以拿指劍去 喂不是 伊吉阿里 為什麼釘釘不早點醒 為什麼苦象不早點出這招 然後你看到 他沒有說 整班人出來BBQ 日車沒有死 休泰又沒有死 紅貓又越來越可愛 變回小紅貓 不是小紅貓 那我們就直接討論一下 到底戒見老師 不是 最後戒見老師留下的手指給大家 當然了 他留下的鐘子給大家 嘩 有這麼多話說 幫人幫他 很厲害 最後那一格 都還要忍化你們 留下了 縮羅最後的鐘子 指著你們 那些混蛋 但可不可以放一些安全的地方 他說要致敬第一回 那可以放一些安全的地方 那第一回就是放一個不安全的地方 我自己主持人 他們自己也討論過 為什麼你放在這些不安全的地方 不是哪有新秀術配戰 就是這些是什麼 喂 我不弄出那些咒型 我的咒術師哪有在混蛋 然後我們就討論一下花生位 其實 戒見老師是不是很討厭五條五呢 其實根據那些訪談 或者那些網上文章 他都有明示或暗示 其實五條老師 就是 拿他的最愛 他都有說到 其實編輯部 或者叫他那些編輯 都有刻意地把這個角色 變成為一個卡卡西的角色 當然 其實他初稿的時候 本身有個故事 他本身一開始就已經想要推死滅回遊 而主角其實是伏克 伏克就很快就被縮羅上了身 還有伏克加虎像再加一個類似他姐姐的角色 有個本身不是釘釘來的 沒有釘釘 有個類似是現在的家姐的角色出來 都是尊美幾 都是這樣做 總之一開始就是薩斯基和虎像 但是他上身那個因為是伏克來的 所以就不算是明門那條條 但是總之編輯部那邊就覺得 玩這條條條不成功 那你就再寫過 改他的那條條條 當中其實戒健老師就很不喜歡 在編輯部去改他的那條條條 因為現在簡直是把整個死滅回 推到後面 甚至有些會覺得 是否因為他做了懷孤肉節 受歡迎 人氣度很高 所以就可以讓他玩死滅回遊 有些會這樣想 我想是他本身真的想畫這個死滅回遊 一直都是他的心願 但是他要累積到某個位置 他才把這件事搬出來 可能畫玉節和攝谷事變那些 都是編輯部想要的那些 所以他其實某程度上 那些東西都是前面 當然你劇情上當然要導向去死滅回遊 但是好像就是 所以中間攝谷事變的東西 預告亂了也有去 就是為了死滅回遊 當然我明白一個漫畫家 他的創意被人限制 是覺得會生氣的 但是你始終Drum是一個商業的 就是大商業的一個企業 商業計算是要聽編輯說的 而他的商業計算是準確的 譬如我經常說這套東西 開播就真的很像拿到圖 譬如你虎將和名門 又是那套裡面有九尾 他兩個又是故事男主角 有個最強的老師 三人組 那個男二是薩斯基 兩邊都是陷加產的 其實如果不是這些東西開頭 一開始是死滅回遊 我覺得這套作品未必有那麼多人喜歡 不會 我未必會看了那麼久 我自己也可能 對 因為Drum是有方法的 你一定是小子成長 大家如何有一個弱者 慢慢成長到一個 值得去跟大魔王打的功力 有一堆同伴 我拍也是 當然我拍太漫長了 我覺得可以再快一點 但是他這裡就是 一開始我就想著死滅回遊 你不讓我畫 他就抑壓了情緒 所以去到後面 我覺得他有少少放飛自我 就爆了出來 後面好像又不是很抓住他 你喜歡檢查檢查 我覺得他後面少了這個film 但我覺得他這個蠢 因為其實五條老師 真的是一個很成功的角色 可能對他來說是一個小子 可能他的親生兒子是伏克和宿羅 沒錯 你對 親生兒子其實只是伏克和宿羅 其實五條某程度上 好像是編輯部要創出來寫下去 還有是讀者喜歡又再推高了的角色 對他來說好像是妨礙了他想寫的那些東西 還有是 本身他的卡卡西可能不需要那麼多 但這個卡卡西其實 卡卡西是很受歡迎的 我明白 但相比來說 這個受歡迎程度是再高過 沒錯 再高過卡卡西在火營的受歡迎程度 我哪個受歡迎程度 你這樣說 我有一點覺得 野仔 真的純粹 他現在是仇視野仔 你們那次說Next Dimension 車田正味 你們那些傢伙那麼喜歡星子 我現在就寫齒 他這樣 我現在應該不是純粹 為何我們那麼喜歡五條 我覺得他自己覺得 有種感覺 可能他不是太喜歡五條很想寫其他角色多一點 或者有些真的覺得 小鬥氣了 也要強迫他寫了一個野仔寫那麼多出來 就是讀者的感覺 網上傳聞就是說他畫到2.5條的時候 那個新的編輯已經控制不到他 我覺得也有可能 因為你始終我覺得前面為何那麼通訊 或者都看得他緊一點 後面就越來越複雜 很多人都說 嘩 為何那些字比小說還多 那段位置好像換了第二任編輯 是啊 捉不住第二任 所以捉不住他 當然捉得他來 好像他有一點 有時候 現在有些人找回一些編輯的畫 有時候他畫的那些位置 他跟編輯會畫到 多謝他一直以來多多指教 即現在換走他 他畫一些他跟編輯在那裡打架的 當然這些可以當是 搞笑 你跟編輯Fan 就可以做一件事 可能他的衝突也多 或者可能叫做大家 意念對狀也多 有些就會這樣解讀 但是你那個感覺是 第一任就捉得住他 其實有時候到中後段 大家的觀感差就是說 我喜歡的角色你胡亂寫死他 或者寫走他 前面我們覺得你不是這樣 為何他的中後段是這樣 現在看回來的編輯 其實都不同了 捉不住了 所以我們經常覺得 第一部動畫很好看 即使胡志玲也很好看 你跟我最喜歡就是胡志編 其實這些都是比較 我想是編輯部最多干涉的位置 越前當然就越多 因為其實他不同意的話 那個名氣不同 因為他不同意編輯部的改良 根本上就不讓他連載 這個就是限制與一個梳理 我們叫做 後面變成你也幫過編輯部 你也幫過出版本 賣了這麼多書 因為他一去到涉谷事變 真的爆紅得太厲害了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自己的掌握 正常的 漫畫家去到某個 正常的 人氣或者位置 就比較高 但是他就經常 我覺得 我覺得不一定是 他太崇拜這個富堅了 你看他很多的影子 作畫 分鏡 都很明顯是想模仿 富堅的 有些感覺 有些畫法 其實是那隻 他有時候不是草稿 但是他的迫力 我都可以畫到 他有時候 他就想做那隻 感覺 我覺得他拿 富堅的角色 那時候是突然的 但他就是拿到其型 就拿不到其神 譬如那些 突然間 兩頁紫黑畫面 借得一些對白 他很流行 但人家矮往用了一次 你又覺得 突然間 握著頭 即是珍熙拿著阿沈一的頭 突然間 拿著頭出來 很有迫力 然後 交劈草稿給我們 富堅交劈草稿 是因為他腰痛 我相信他腰痛 我相信的 你到底是故意畫到這樣 懶有迫力致敬 那我就不太接受到 而且 我也要說 其實他越畫 就越像念能力 前面 其實很前的階段 你覺得他還是像法術 像咒術 像一些古日本式的靈異 康虎晴明 我們喜歡神秘學 就知道 陰陽學 即是講陰不大作戰 是的 但是他越 通靈王 或者通靈王 但是他越畫 就越步走 越去加那些念能力的設定 即是那些什麼 助殺賭徒 我也沒有說過平金那段 不說 你們自己看 亂得不得了 寫幾頁字 每樣東西都寫幾頁字去解釋 大哥 人家科目老師也好 人家富堅也好 富堅的念能力系統 是很完整的 他是強化系 他是方四系 他是特質系 人家的能力是很明顯地很清楚的 當然後面都開始玩得複雜 就算科目後面有些替身能力很難解得明 都有 但是他有些位置都不會這樣 至少他們沒有脫離到自己的規則 當然一定有後撤的 但是後撤得來 你不可以左手打右手 自打嘴巴 至少到現在我們看到最新的 不好意思 Hunter又再次重新連載 其實他是沒有自打嘴巴 至少到現在我們看附近的東西 是OK的 明白的 緊湊 或者像科目老師那樣 可能大家有時候有某些想法 就是想不想他用這個方式來結尾 例如我們自己有說過 硬中二第三部也好 會不會 成太陽突然一夜 會炸烏烈奪出來 那一刻不太突然 或者 可能GEO收 波士皮那樣 玩震魂曲 是好看的 那倒是正的 但好像有些很突然收了去 我們統一人的方法 是不可以再快調 但事情的範訊位置不會那麼大 就是我們 未只是說 DangDang醒了一個小時 五條老師不需要死 不會去到這麼嚴重 還有另一個位置就是 你讀者看不看得明白 不是說你設計一堆很複雜的規模 就代表你是天才 你就是要設計到一些 相對簡單 不是說要很簡單 相對簡單 但是讀者看完覺得 嘩厲害 那你這些才是值錢 就是我們看附近 我比較新一些 不要太舊了 團長和希索加隻臭 團長用了很多款能力 都算是相對複雜 但是你不會看不明白 他就是用了他兩個下屬的能力 就是偷人家的能力 你或者好像科目 可能有一個電波塔 說誰進去 一個人進來 一個人出去 玩很多震魂的對戰 其實都不會那麼亂 現在他去到 有時候讀者無心解他 他們可能有很多很喜歡的書 或者很有心去解讀漫畫的 一群觀眾 可能會看得很小的幫助他們 有些時候我不是說 怪那些解讀的老保 而是他們嘗試補完的 會不會完整這件事 我覺得他們很用心 他們要用這些方式 但是 變成那時候 一般讀者掀了那本書 就會覺得 好像是平今那個 玩幾頁的遊戲 來做的效果 就是說 其實最後講到尾 都是抽蛋 就是我好運不好運 其實和摘色仔是沒有分別的 是啊 那我後來已經是看到 哇 你說幾把那隻戀愛遊戲的玩法 我後來就算了 我當你是摘色仔 我摘到大又 我摘到是開大的 我就拿了能力 我開小又輸 而平今好運 每次開大 其實平今是成之內 每次都 賭運 每次都是天使之色子 我好運就贏了 我們有時候用遊戲王的方式去解釋 接著 你是什麼簡易領域 撞領域 我們就是用到 我們都是簡化的事情 你說得太複雜 我有時候 我自己開咪前都會說 我們當遊戲王卡 必中無效化 對 或者當搞機戰 你有必中我可以必閃 看看誰先誰開口 那些東西 我們是這樣解釋 但問題是 你寫了這麼多 這麼複雜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幾句 跟你這樣簡化 就是你的東西太複雜 根本是複雜不複雜 有這個問題 就算現在看蟻王篇 我覺得 其實平今次 就是阿浦凡休做的角色 就是天上天下為我獨選 我完全覺得他整個照抄了出來 當然 呈現出來的方式是不同的 但是 蟻王篇其實有很多 生命的能力 天上天下為我獨選 或者有一個獅子王 有一個 借人家能力的基基 其實有點像收據佬 我覺得 收據佬 不是說 戒健 收據人 不是說戒健寫不到的 有 剛才我們也有讚握 收據人打伏克 入車打股仗 就是他呈現得好的地方 但是問題是 你真的長篇大論 一放飛 被他放飛就糟糕了 太多奇怪的東西 太多奇怪的東西 放飛就有很多他的惡趣味 很多他的古怪想法就想拿出來 但是某個就是他 有些古怪想法 有時候 老實說 你可以不喜歡他拿搞笑藝人來做的能力 但你可能會想到的 但有時候 是否這樣用 就是另一回事 你不是每個人都隔建民族學家 我想說 你的偶像 富堅他這麼成功 就是 別人設定的背景 是設定的很實 很實 哪怕你說古拉比加 不是 古拉比加屈肌 有兩個系統 人家變成紅眼 是不是 他沒有動搖過念力系統的根基 他不是的 他隨便就換東西了 他整天就 新招就搏舊招 有時候他又是 想到那個東西就做那件事 就是好像有五條被人陰了那一刻 真的被他陰 被戒健老師陰他 後面 宿和再用一個招出來 那些人就彈開了 嘩 真的這麼厲害 如果我中就糟糕了 那一招只用了一次 中了一個人 就是五條後面 那些人原來是 用了出來沒事的 那我們就覺得有問題 但這些位置 我們不是怪一些角色的 我們是怪你寫的問題 這些位置 他不是很拿捏到 他超級系 和食魯系的那個 比重 又沒有想到什麼 Cold down 或者勢力分佈 那些能力 ranking power ranking 他沒有想到這些 很亂 所以說 就算你 鬼滅輪間無慘 或者我們經常說 死神千年血戰片 都是垃圾 千年血戰片 都比你更難 但是如果你說 最後打叔羅 就這樣說 收大哥皮 我就覺得苦象去收叔羅 那段 比有哈哈哈哈 我覺得那個是感情投入 感情投入 而且他寫 因為另一邊寫有哈哈哈哈 實在太搞笑了 那有哈哈 就真的太疾 有哈哈哈哈 太搞笑了 你有什麼 為什麼你會覺得你沒有中過鏡花水穴 那些位置真的太搞笑了 但是你不可以拿最低點去比較 但是我自己也是 平時跟聽眾 吹開水說 我自己心目中是覺得 這套東西和 飄零某程度上很近 就是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都是一套 到某個位置為止 我很喜歡的作品 但是後面 某些位置開始 我就覺得 那套東西是直插幕很嚴重 但是內心深處 我也有點喜歡兩套東西 但是 只是我不能夠說這兩套東西 是一個很好的作品 某某位置 我是用可惜去形容它 不是說這兩套是純粹垃圾 我自己 我兩套都是用可惜去形容的 你拆開骨頭來講 其實我覺得戒劍的人 是吸引過九寶大人 是的 真的 因為你起碼 那幾小強 就是大波妹 茶道 魚龍 就尊那班 那班學生 其實是吸引過那邊的幾人組 吸引過很多 真的吸引過很多 那邊太早就已經 沒有了氣氛 是的 所以你說 只說人 其實他是寫得忍受的 但是問題是 他一寫大長篇 或者他寫一些 他想致敬富奸的一些劇情 這些不是給人看的 這些真的給民族學家看的 那不如到這個位置就討論一下 大家討論著 會否有奏術宜的這件事 那其實現在尾 都見他是留了一些 我覺得 留了一些中指給你 留了一些中指之餘 他還有其實放了 大家覺得可能復筆的東西 就不知道會不會 因為現在有一些傳言 都周圍見 就說可能他已經是想著寫下一套 或者可能差不多寫好 就給編輯部 應該他有另一套作品會出 相信不是奏會議 或者不是 用這種Naming方式 新奏術會戰 即是新網球王子的Naming方式 相信不是新奏術會戰 或者什麼奏會議 或者奏會前轉 不是這些 應該是另外的作品 但是都在想會不會 他留了一些位置在這裡 第二天 如果有些什麼 他回去寫又可以 現在看到有些東西是這樣的 你好像無緣無故 你弄回三人組出來 好像擺明他們有些事情可以做 然後又說 其實死滅回游那件事 是未能解決的 然後又說 天元大人的結界 現在 拿那件事回去說 有殘存 天元大人的事 勉強震得住結界 未至於日本會的 驟靈爆了出來 但是說 那件事總有一個限期 這個限期不是一個 那麼短的事 我們可以慢慢去想 就說 最重要是說 年輕那一班 不用這麼心急 我們慢慢去想 這件事怎麼拆 那麼結界的事 還沒解決 你說死滅回游這件事 其實叫做 暫停了 pause在這裡 還沒正式拆掉這個蛋 又留在這裡 然後 還有我經常承認 他不知道是復不來的 講一下 他們那邊的校長 阿耶娥 其實那個整個 是正陽的 我應該有心扮 是正陽 阿耶娥被炎莫自殺 那一刻 其實那裡 就是把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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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奏鞋 奏鞋的方法 就說了給 閻莫志聽 然後閻莫志沒有提過出來 後來熊貓見回他 是沒有怪 他說因為你是這件道具 你現在 奏術界的高層 要你去這樣做 你這件道具 你是武器 我不會怪一個武器 但是其實 有時候我也是 那樣 有些分段的東西 就是那個熊貓說 我不會怪一件武器 但是你不要忘記 熊貓都會傷心 會哭 然後熊貓就看著阿耶娥 又哭 那一刻OK 甚至後來 閻莫志看到 五條說 我殺了阿耶娥 他說 那是 但是他就說 不會怪你的 你是個工具 然後閻莫志 反而是有些 罪咎感 就說 你們每個人都在給他 詛咒我 你每個人不怪他 他反而釋懷不到 所以其實就是連結了一件事 就是他和五條 在他打縮和之前 其實有一段戲就是 過清了整個奏術界高層 殺光那群人 就是Eva那群 那群生恩尼 他想殺光那群人 其實那一段又挺好看的 那這些時候我覺得 其實你就好像寫閻莫志 做了 即是京都的校長 做了奏術界高層 他會去處理這件事 還有那個什麼 奏鞋那件事 其實我在想 你用奏鞋 現在那個熊貓 原來是其中的朋友的親戚 知道那些是很混亂 那些這樣出來的 那按照這個方法 現在他知道了 是不是以後你又可以 將那些已經死的角色 又奮起來 待會你做個熊貓 你做一隻北極熊白 真的初號機 對 或者你又可以做一個北極熊版的五條 做一隻灰熊版的七海 然後你可能做一隻小熊貓版的九十九遊機 變成動物回戰 其實你是可以這樣做的 講笑的 不一定是做動物 但是我在想 你會不會這些位置想說 第二天 如果你真的寫一些什麼 咒術回戰疾風轉 新咒術回戰 有些角色到時候你要做個爆點 你就這樣拿出一個 其實我覺得他這些位置 可能是留了一點點在這裏 將來想這樣玩這些 還有你說盈莫哲上去之後 他又叫做 成為什麼 奏術界新秩序 那些東西 又怎樣去拆那兩個 未拆的東西 我覺得他留意這些想 將來想 如果真的他可能新作 一般 他要回來寫這套 或者他得起這條人 又想射回 他就拿回這些出來寫 我還是不玩 那如果他要賺食 或者集英社要賺食的話 叫他過去Jump Plus那邊 就是Chainsaw Man 你夾過去Jump Plus那邊 你繼續連載吧 或者轉月刊 轉什麼差都好 我猜都總有粉絲去收貨 坦白說 我覺得他得意在意 應該討論一下現象問題 以前就算是飄零那些 去到後段 有哈哈到是 這樣說 那時候覺得 都幾多人都說 算了我剪輸了 沒有看下去了 但這裡 剪輸的人就不多 加入的人就反而多些 其實真的很少見到有這個現象 反過來現在說這些書 原來是 我慶祝賣的量是很高的 其實你對 少爺Jump來說 或者是英社來說 這樣說 反過來他真的挺行的 或者你現在就這樣說 你出新咒術迴戰 咒術迴戰 疾風轉 接著什麼咒術迴戰 百惡人轉 那些 其實我又會看 我們都會開出來看 就這樣說 有些魔力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東西很有趣 我們看爛片 爛片雲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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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覺得有點像 那時候飄零 為什麼現在出動畫 大家都回去看 就是 某個一外都是喜歡 都是喜歡對角色 你喜歡對角色的後面 就寫得不 或者我上次用聽眾吹水 舉個例子 BBC圖 我們吃到第四季 吃到尾 因為 算了我真的喜歡 Benedict 喜歡那幾個角色 看上去吧 你那裡Benedict 真的沒辦法 不要緊 跟著說沒有玻璃 算了 看上去吧 其實我某個角色 就是喜歡對角色 就是大家 喜愛對角色 想看對角色的下去 其實我覺得 他跟飄零 也有一點點 所以 我也沒有 坊間有些人 罵到他這麼垃圾 我覺得有些人會喜歡 這套作品 我覺得不用罵他 你只要知道 他有心玩夠讀者 其實你會看得挺開心 我現在我真的 即是你好像解讀 月骨就是 他的嘴巴 來這裡罵 那些讀者 讀者就是珍惜 其實挺有趣的 對 而且看他抄哪一條 其實都挺有趣的 你說頭半段 即是等到 涉谷事變 涉谷事變 其實都是好看的 真的好看的 對 就說我去環球影城 我也特意買票去看 他的科技劇場 但是 最後他去到 那些 伸縮事變 那些 伸縮決戰 他這樣下水餃 那你真的 完全是玩夠讀者 水餃大戰 他是為了 你猜不到 你猜不到 真的沒有人猜到 他下一步 他已經是跟讀者對陣 沒錯 他不是在寫作品 給讀者看 跟讀者對陣 你猜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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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Reddit 我上Reddit 我上Reddit 還想二十億廚 現在五十億廚 對不起 但是 這套是很特別的 我覺得 都是近年追的 少年碼 裡面 都很開心 你猜不到 其實我不難受 我不難受 我也不難受 我對前面阿炮有一點愛也好 我也不難受 不算很難受 有些人說 屈死25條路 我會有一點不喜歡 你怎樣也好 你只會覺得 不是作者打輸 是作者屈死他 有這個感覺 另類來說 他也是成功的 好像茶道那樣 很有趣 很有趣 所以我跟現象 現象來說很少見 我想大家的情感是震驚的 你玩什麼 玩拿木魚出來 我自己還好 感受不算太久 那次你說的 他有新作 我也會看 看看格建老師的智慧的呈現 或者看看你將來有些作品 可能現在你寫什麼都可以 就看他寫什麼出來 大概那麼多 看看他動畫組 改成怎樣 到時你們新回合不合 現在最難受就是MAPA那班人 怎樣改 MAPA那班人應該 我讀者就說那不算難受 MAPA那班人不是我 那難受怎麼做 閻樂志和校長那段 沒有打一格 我要全部補下去 那他補得好的 之前攝谷編他也補得好的 MAPA看著我又做了 我反而是阿平這次的能力展示 看他怎樣簡化 他怎樣可以簡化 他之前有時候做到的 厲害的 MAPA厲害的 MAPA有新回合 到時看這幾個新回合 藍哥他們跑不掉了 要看新回合 他沒有看開的 軒哥說他應該CUT 不是吧 逃兵 不是這樣說 有些場合可以的 到時MAPA有新回合 我們兩個快點看完 即是牆口底 看上去 漫畫就看了 我覺得動畫真的可以看 有些場合打得OK 好像下年 我要他整理好才去看 而且他真的打得 牆口是OK的 藍哥看不看 他前面都一半半 一半半 還有我頂多 我頂多2.5條那一刻 看他怎樣處理 那一刻不太重要 我可能會考慮其他更重要 迫他去看99有幾次 我也是99有幾次 我覺得送哪一個 送血漲大哥走的更重要 有死神現在的前例 可以動畫化 是比漫畫好 血漲那一刻我真的看他怎樣處理 血漲大哥那一刻我真的看他怎樣寫 好了 今集到這裡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了 下次再見拜拜 8小時 9小時 9小時 1小時 1小時 9小時 2小時 2 1